詞節在如果內又放入另一層如果 當猜錯時就可以告訴我們詞數太大或太小 且讓使用者可以反覆的猜數字 我們在這否則裡面想要篩入另外一層 如果否則從控制裡面拉入這個如果否則的方塊 六角形就是一個判斷式 要從運算裡面拉入這個小於的判斷 這兩個格就是篩入使用者的答案 還有真正的答案 這邊如果判斷覺得使用者答案太小 我們就要跟他說太小了請他再大一點點 那如果今天是不對的話 就是太大了我們就複製這個把它貼進來 改成太大了希望使用者再猜小一些 當使用者猜錯的時候我們希望他再猜一次 所以要讓他整個再重複一次 我們就從控制裡面拉入這個重複執行的方塊 也就是說他每次拆完之後呢他又會再進行一次提問 我們再稍微調整一下方塊的位置 當使用者輸入錯誤時才會顯示使用者的輸入 稍微調整一下秒數 接著呢我們就可以來觀看結果 我們在這資料裡面把這個answer勾選框取消 那這樣子答案就不會出現 按綠色級標重新開始猜測 他會跟我們講太大或太小 透過幾次反覆的猜測 我們就可以猜出答案 你可以想想看最多需要幾次呢 讓我們來觀看 掌握 左 part 但是 不是